好,那个黄处长 那最近提出的这个药价的管理办法呢 我们从7月份就一直不断的跟 卫福部、卫生署来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甚至也提出了一个紧急咨询 不过当先以为早上你们没有正面的 就我们提出的相关的遗议做了一个回应 我得再次的强调 这个办法或许是一个财务面的一个办法 但是这品质面是非常的岌岌可危 那我想明工兄到了TFDA以后 应该对这个我的说法会有一点同感 因为我们已经提了很多次 但是呢我们发现卫福部啊 就是从卫生署转到卫福部以后 脑筋一直都没有办法改过来 我不知道除了我们看到的是健保的 这个药费恐怕会给付不足之外 到底有没有好好地认真去想 二代健保我们在修法的时候的核心理念到底是什么 民众的医疗品质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我们经过没有谈 我们只想把这个药件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但是从来没有讲说我们如何保证二代健保 这个41条里面所讲的医疗的需求跟医疗的品质 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你们在讲 那个苏长你要不要简单的回应就好了 到目前这个办法你认为它最符合二代健保的核心是什么 你们才能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报委员委员指的是这个核价办法是不是 对 这个核价办法我们是指的是同成分同品质就给同一个价值 所谓你们讲的三同嘛 是 你觉得符合二代健保的相关的这个法定的一些名词 或者是定义甚至要求吗 有达到吗 我们觉得这样做已经是符合要求了 好那我就问你 现在这个药价调整啊 你们几乎就是把过去的药价基准 从坟墓里面挖起来重新让它得到生命嘛 药价基准我们在修二代健保的时候 从一代健保是已经把它抛掉了 一个不符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精神 所以不要用它 希望你们能够按照四十一条里面所讲的 医疗起伏项目或者是药物的起伏项目 定定 定定一个合理的办法出来吗 如果你们不不为这个这个就把这个药价基准重新 你拿出来再谈再炒一遍 有关这一个订定的办法并不是健保署自己一个单位定的 我们从101年的10月开始到101年 我们跟药界各大工学会开过无事处的会议 也有到立法院参加过很多次的工丁会 所以这个办法是大家同意协调出来的一个办法 并不是一个什么从魂目中再挖掘出来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都有在共同领定会议 我们看到了这个后面的 这不是前后颠倒吗 我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了 这个我们已经从101年底就开始跟相关团体协商出来 已经一年多了 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个 这个当中的过程 各个团体之间的利害关系 利益都不一样 所以是非常辛苦非常艰辛的 OK 在你们努力的维护 或者是保持这个给付啊 能够付得出去 就是你们支管这个财务面啊 在这个品质面并没有先进去 没有 报告委员 我们健保的核心价值里头 一个是效力 一个是公平 最重要的是品质 所以品质我们是一直抓在心中的 好 你既然讲到品质 那我就问岳岳署长好了 委员好 这个所谓的三桶啊 理论这样听起来是 好像非常合理 但是 它的核心 还是刚刚黄署长讲的 这个品质的部分嘛 品质是健保署管还是你管 品质是由FDA管 OK 那今天这个办法里面 用同成分 同品质 同成分就可以同品质 就可以同疗效吗 同成分 它是不是同品质 是不是同疗效 要经过检验 那检验这部分的话 我们有透过很多的体系 来确保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的药品 它是高疗效 高品质 安全的 OK 在去年中的时候 你们曾经提出了一个品质的指标 那个品质指标出来了以后 那个是FDA的品质指标 还是卫福部的品质指标 请问一下委员讲的是哪一个 在制造的过程之中是否如原始设计的配方 我们对于一些治疗范围窄的 或者比较特殊的地方的 我们就会像例如说三高的药 像这个中枢神经的药 我们就会要求它要做临床的试验 那假如临床试验证它 跟原厂的一样 我们没有道理说它 疗效比较不好 所以呢 那是反证 那是反证 我们现在是直接证明来看 它的包材不同 复刑机也不同 自身也不同 你敢说它会同量 它假如做过临床试验证明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道理说它不一样 那现在的部分就是说时代在进步 它只要跟原厂的当初开发出来的一模一样 那学的原料的改变 制成的改变 它可以更好 更省时更省能 我们也没有道理去拒绝它 但是一定要证明一样 对啊 就反过来讲 你同意说 它的原料 包财富刑机制成这些 都会影响它的品质嘛 会影响 对啊 那为什么我们只说它是同成分 同品质 就是同价钱 没有 我们是同成分 同疗效 所以疗效它是要减负 检验报告的 例如说某一些药 例如说阿斯匹林 那你就要证明说 你这个阿斯匹林 跟拜尔原厂的阿斯匹林 疗效是一样的 这样子 OK 因为时间没有多少 那个黄署长 现在这个你们现在药价调整的办法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几乎就是让药价基种这四个字 死灰复燃嘛 死灰复燃嘛 那现在死灰复燃的结果呢 我们最怕的就是 刚刚那个叶署长所讲的 这些条件 原料包裁复兴 使用途径制成 事实上都会影响它的品质 你如何保证它的品质 是一样的 跟委员报告 台湾的FDA 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 CGMP 最近六年七年 也完成了PACE 所以我不但鼓励全国的老百姓 也希望委员 对我们国家的FDA的制度管理 要有信心 我们台湾的国产药 有很多已经是上市 各个单位建都很严格 所以并不像委员所讲的 那么不好 你们的荷价让我们很不放心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不晓得委员是在讲荷价 还是在讲品质 我现在就已经跳跃了 你刚刚讲的 我现在讲到荷价 因为荷价跟你的 刚刚现在的药价基准有关系 跟你的药价调整办法有关系 大话委员 我们所有的药品都是要注重品质 所有的品质都是FDA经过验证花的药证出来 这应该是绝对要有信心的 但是你们最近出了两件很大的事情 那个署长 我把部长部长了 我对我来了 我能力了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药价调整办法 这个所谓的三同 所谓的同品质 同料项 同价格 这些事情 我们的看法是 不是那么熟悉 我跟您一样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程序 知道这个最起码的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核心品质的部分 因为也经过很多次的这个会议 我看到 而且全国的会议也都召开过 而且也几次的协商 那我看这个也是有一些共识 那么这个是我目前知道 你现在这个药价基准 还是有grouping的影子在里面 对不对 黄署长 是 对呀 你觉得grouping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 这个道理 有点像劣币区良币 你明明知道 现在很多的药材 我早上也听了几个委员提到 原料 原料的不同 它的品质绝对是不一样的 这是没错的 但是报告委员 任何一个药品 经过台湾市场15年的验证 如果它能存在的话 那是表示它的品质绝对是没问题 我们三同是只有限定用在 专利期过了15年以后的药品 我知道 我知道 法规定是这样 部长 最后一个问题 部长 最近好有一个药品 为什么刚刚要谈荷价 就是因为这些造成的 让老百姓没有办法理解 现在有一个儿童 英范用的一个利尿剂 那么它的价格非常的高 但是呢 有另外一家的药品 它只是一个 它是低剂的 ND的 但是另外一家是粉剂 是小孩子要用的 那个婴儿用的 那个价格差了十倍之多 低剂非常的方便 低了 小孩子吸收容易 那不远时间 但是 我一面说东西一面把话讲完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健保啊 只准那个 这个粉剂 不准这个D剂 D剂是对民众的医疗品质 跟医疗需求 是非常非常重要 又核心的 但是你们不给那个D剂 就只准给这个粉剂 让民众都是要自费 来买这个药 好 个案我会交办处理 很多个案不是这个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办法呢